本宫是皇后,坐在了你最想坐的氛围上,所以对你赏也是罚,罚也是什么。 希望皇帝能够将他的生母尽兴追风,这一兵行险招就可以看出,如意是一个非常大胆且冒险的人,他明明知道出身是扎龙的机会,还这种做法显然是非常危险的,暂且不提扎龙是否会因为两人青梅竹马就原谅如意,但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让人觉得晦气的话,实在让人不敢恭维,且如意如果这个分寸拿捏不当,随时都会被飞掉,他这一把赌的真的太大了,兵行险招必须有足够的筹码才可以。 其实如意也是算转了扎龙心中还有亲生母亲的存在,也知道母亲生前不受重视的痛苦,因此如意才会故意在生日的时候提起这一个要求,如果扎龙答应了,完全就是看在如意的面上才追风的生母,如果扎龙没答应,如意最多就是被发配到冷宫,等待扎龙回心转意。 她这种冒险行为,其实就是后宫当中那些真正有心机的女子才会这样做,但凡没有心思的,自然不会将这些事情放心上。 对扎龙来说,如意也不过是一个寄托了自己青春疼痛回忆的女子罢了,如果失去了这一层滤镜,那么如意在自己心中和其他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,加上后宫当中美女那么多,也不是非如意不可。 除了这件事之外,如意对于当皇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执着的,原住当中如意梦到她姑母的时候,曾经看到过姑母身穿皇后衣袍,坐在高位置上向她招手的画面,这表明如意的内心对这个位置还是非常渴望的,表面上她确实不争不强,就连海澜询问她要不要做皇后的时候,也没有明确的表态。 实际上如意早就已经步步为一,为自己扫除了不少的障碍,在面对海澜的询问时,如意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,可从她致言片语当中还是让海澜收集到一个重要的信息,这便是如意有想当皇后的念头,只不过现在实际尚未成熟,条件还未具备,为了能够实现如意的心愿,海澜自愿冲锋陷阵,且在园桌当中海澜之所以会使用如花谋害皇后的儿子,也是如意初的主意。 也可以走到相看两眼,如意不仅仅心思证明,而且在面对甄嬛这样的宫斗老手时,也非常淡定,在皇后的葬礼之上,大阿哥和三阿哥表现得不那么悲伤,于是被永远废除了争夺太子之位的资格,在这之后甄嬛就找到了如意,询问这是不是如意的手笔,如意对此并没有否认,从这也能看出来,如意确实是一个宫斗界的康把子,如意更多的是在背后为自己铺就道路,比如说他没有儿子, 他就故意在大皇子的抚养权上进行巧妙的设计,让扎龙将大皇子的抚养权交给自己,又比如如意明知道自己的姑母身份地位尴尬,他就故意在甄嬛面前,摆明自己和姑母毫无瓜葛,这一桩桩已渐渐何尝不是如意的处心积虑呢? 但凡如意是一个心思简单的小白兔,又怎么可能在这侯宫当中夺得皇后的位置?难道真的仅凭他和扎龙之间那些浅薄的情分吗?必然是不够的,想要在侯宫中立足,不仅仅要有聪明的头脑,坚实的势力背景,同时也要有步步为阴的心思,否则在这皇宫当中根本就活不过三级,且那些金鱼算级的反派哪个不是位于筹谋? 如意如果真是傻白天,毫无心思,那他也不会在扎龙身边折服那么久,最后成功拿到皇后的位置,还将身边的各个竞争者全部清退,就能够看出如意不一般了。